今天是一个三羊开泰局 右边这个最黄的呢 是之前玩过的Emma家的 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 表面上吸出一层汤来 吸出了一层羊汤可能是 让我看看放了这么久 他还是这么难玩吗 他为啥表面会吸出一层汤来啊 这个味道不行 没撒出来吧 合上合上赶紧合上 送走送走 然后这个是朵哥家的黑头羊 然后这个是牙家的 据说牙家这个是最原始版本的 这个小羊 这个羊的盒子 那本身的用途是装牙签的 我先玩一下这个朵哥家的这个 短短几日 哇了 哎呀 怎么跟吸盘一样 有一股特别大的指甲油的味道 还没指甲油的味道好闷 这个泥怎么还没那康慧的泥手感好呀 这个捏泡的这个声音 泥是挺清脆黏的 它这个起泡效果挺不错的 起泡速度也是比较快 然后他起了四五十厦左右吧 会变得异常的练熟 讲道理说还可以 就是气味有点 最后一个是正堵牙扎的小羊 这个标志性的这个青草贴纸 让我看看你 这个手感还有点硬 我现在眼神已经放空了 这个小羊羊哥的 这个是一个我很熟悉的味道 牛头全能龙头白椒 toa加亚马逊 我闻着是天涯的味道 这个好清脆 感觉这个更适合 捏泡泡 就这样 我最近真的沉迷消消乐 有一天晚上玩了两点 我服了我自己了 我玩的还是淘宝里边那个消消乐 不知道这三款羊哪一款更符合大家的预期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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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